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考教材 第一本我们列的是孟贤洪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冈 这本教材是1992年出版的也是武汉大学的第二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 这本教材的特点和国内不同的一个是它就是 就是它这个教材呀它本身的这个哲学就是比较注重哲学的这个逻辑环节 而不是仅仅介绍这个供应史的资料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啊 它就已经开始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专篇开始认述 作为专篇开始认述 然后呢后面呢就是关于这个加上了这个毛泽东 邓小平就是建国以后的这样一个思想发展阶段 这是不同于这个其他学校的一个特点 但是呢还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 而且几个部分的这个有机结合呢 还没有达到这个今天的这样一个完善 这是第二部教材 第三部呢是黄南生 庄普林 林立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第一卷到第五卷 这一个教材的第一卷到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 第四卷呢是列宁的部分 那么第五卷呢是斯拉林的部分 在一二三卷的后面有一小部分是第二国际的 但是很少 所以这呢也是区别于 孟宣宏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刚的一个地方啊 也可以说呢是孟宣宏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刚 不同于这个后来的这样一个教材 这个黄南生 庄普林 林立主编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 但是呢这个黄南生 庄普林 林立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资料非常的详实 资料非常的详实 所以呢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呢 仅仅有这个第一本教材 主讲的教材是不够的 还要参考其他的这样一个教材 那么我们讲的第四本第五本也就是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 人民出版社出的 还有这个克拉库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流的 一字三卷本 一字三卷本 那么这两个教材呢是 国外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一个专注 使得专注 那么这两部教材的这两部书的特点呢 就是他们打破了以前的 仅仅以斯大林时期的 这个原著解读的这样一个模式 原著解读的模式来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而是充分的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 这样一个传统和他的这个内在逻辑的一个变化 比方说 克拉库夫斯基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主流这一本著作 他在这个前序论的部分 专门讲了这个从古希腊开始的 这样一个辩诊法史 那么这样一个讲授呢 就把马克思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 放到这个希腊哲学的传统里面去讲 放到希腊哲学传统里面去讲 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 它不是背离整个哲学史的文明大道 而是刚好是解答哲学史上没有解答的问题 对做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解答 就是发掘了他的这样一个哲学史的根基 这是他们的一个优点 可以说是突破了苏联刚开始编写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这样一个框架 但是呢 因为这个弗兰尼茨基和克拉库夫斯基 虽然他们是东欧的 但是他们毕竟在欧洲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了解的 所以在他们的部分里面呢 是缺失了中国的部分 而且呢 他们这个书呢 主要是70年代80年代写的 所以对于70年代以后的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在北美 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 也是没有列入其中的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著作里面呢 它有一个很好的逻辑线索 但是呢 在史料上呢 还是不足 但是它可以啊 给我们一个 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 就是说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教材的编写过程 和他们的这样一个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 所以我们呢 这几本书 提出这几本书 作为参考教材 其实呢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这样一个 都有它的这样一根据 那么这个根据呢 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它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 一门发展中的学科 就是说它从这个 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啊 在不同的这个国家的发展 以及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 可以通过教材啊 展现出来 这是关于这个教材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一下 我们的教学计划 呃 这一学期的教学计划 也就是说 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这门课程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啊 它是 魂观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它是魂观从马克思 恩格斯开始 一直到21世纪初的 这样一个长时段的 然后呢 东西方的 这样一个跨空间的 呃 这样一个很很长时段 大空间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世界发展 但是呢 它不可能在一学期 讲授完 所以实际上 我们这个教材呢 是分三 三个课堂来完成的 它是一个整体 但是它是分三个课堂 那么这一学期呢 我们学的呢 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 第二国际马克思哲学 到苏联哲学 就是到这一个时期 我们把它以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课 惯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课 来讲授它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关于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呢 我们再放了其他的 这样一个课堂 就是下一学期 和再下一学期啊 来讲授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 那么这一学期 我们的讲授呢 一共是按学校的规定 是18周 54学时 我们在这儿呢 讲授是讲授 42个学时 那么课堂讨论和辅导 包括测验呢 是12个学时 这12个学时呢 就是用于消化 我们所讲的内容 也是和我们的这个 教材的编写的目的和讲授啊 它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教材呢 除了这样 就是说它的这个分量比较大 那么这个分量比较大呢 不是说我在课堂上都能讲完 而是要把它的主线讲出来 就是千层结瓜 我们把这个主线把它讲出来 那么里面的内容呢 由学生呢 呃 在自己去阅读 在里面呢 进一步的阅读 理解和研究 和研究 那么最后考试呢 我们是按照学校的规定 平时成绩呢 是占30% 期末考试占70% 这个平时的考试呢 呃 分三次啊 分三次 每一次呢 是占10% 每一次占10% 这是我们这个 呃 整个的这样一个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 那么在这儿 讲了教学计划以后呢 我们讲一下 关于我们这本教材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 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教材 我们为什么要编写这些教材 那么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教材 我想呢 这个在我们在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这门学科的时候啊 呃 要这个 呃 首先要了解的 要了解的 这也是呃 形成对这一门课学习的一个 自觉意识 一个自觉意识 告诉大家怎么学 教科书和我们写的学书 专注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就是我们学习每一门课程呢 都要有教材 都要有教材 通常这个教材呢 是分为两类 一类呢 是研究论文 一类呢 是这个呃 就是一些规范性的这个教材 一方规范性教材 我们叫做教科书 教科书 这两类教材的使用方法 和对学生的这样一个教学方式 它是不同的 它是不同的 我们讲的第一类教材 就是研究论文 这一类教材呢 是教师将这个领域里面 最前沿的研究性论文 提供给学生 作为这个教材使用 那么这一类教材呢 它主要是向学生 展示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把一些问题 当代我们研究的问题啊 告诉学生 训练学生的一个乏善思维 也就是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那么学生从这样一个 一些论文当中 去把握当代研究的前沿问题 前沿问题 那么后一类教材 作为教科书呢 主要是教师将他所讲授的 这样一些领域的 最基础性的系统的书籍 提供给学生 作为教材使用 那么这样一个教材呢 它向学生呢 展示的是一些规范 就是说我进入这个学生的学习 就是说进入这门课程学习 比方说学哲学 那么你就要有一些规范 进入这个学术共同体当中 所必须要的这样一个训练 所以它给它这个教材呢 这种规范呢 教给大家呢 是要训练学生的 收验式思维 也就是进行一种规范性的思维 那么这两类教材 哪一类更好 要取决于学生的学习状况 一般的来说呢 我们说的前一类教材 也就是说周围论文的教材 是在学生在该学科领域 有了很好的基础 然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呢 比方说博士研究生 那么这一类教材呢 可能就更适合他们一些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基础 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规范 但是呢 作为后一类教材 也就是我们说的教科书呢 它就更适合抽入门的学生 比方说本科生 这是我们需要这个了解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想通过为什么说这个后一类教材 一定要对这个本科生 做一个规范性的教育 我想以这个库文 对这个科学研究传统 和变革的关系的说明啊 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就是库文认为 他说科学革命 需要的是乏散性思维 那么乏散性思维的特点呢 就是思想活跃 思想开放 但是呢 为了形成乏散性思维 就必须先有收敛性思维 这种收敛性思维的特点呢 就是进行常规研究 坚持一种传统的方法和信念 这里所说的传统 不是指的过去的始的东西 而是指的一种研究规范 通常呢 在这两种思维当中 人们更重视乏散式思维 难而科学革命却表明 收敛性思维是乏散性思维的前提 也是科学革命的前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所谓科学革命 就是打破 打破常规研究 从旧的研究范式 进到新的研究范式 这也就是说科学 这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研究范式 一定的传统中展开的 科学革命不是不要研究范式 而是要打破原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传统 进到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传统 那么既然科学研究总是在研究范式中 在传统中展开的 那么收敛性思维呢 就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 就成为科学研究基础 就是说你没有收敛性思维 没有传统 你就谈不上这样一个科研 不仅如此 科学革命 也就是说所谓打破旧的研究范式 旧的传统的活动 就必须建立在科学家 充分了解传统方法和信念的基础上 所以库文就说 他说科学传统的革命转换 相对说来还是罕见的 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 正是这一传统 所必不可少的准备 科学研究只有牢固的 杂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 才能打破旧传统 建立新传统 科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必须要受到一系列复杂的 思想上和操作上的约出 但是如果他要出名 他又有天才 也有运气能够出名 最终却依赖于他能否放弃这一套约束 转而支持自己的新发明 十分常见的是 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必须同时显示 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 崇拜这两面 这两方面的性格 那么库文在强调这个传统研究 规范性的研究 对于科学革命意义的同时呢 还强调了教育 对于科学家 活得收敛性思维的意义 所以他认为 教科书对于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训练 是最为重要的 他甚至提出 教条主义的传授法 单独服从一种严格传统的方法的训练 是最能产生革新成果的 那么这就指出了什么呢 大学教育的重点 也就是说 大学教育啊 是一种基础性的教育 是学生进入专业研究的准备阶段 而这个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任务 是通过教科书的学习 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规范的教育 这就是教科书 对大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意义 正是这样的 所以大学生的学习 是必须要教材的 而且它需要的是 以教科书形式撰写的教材 这种教材呢 就是为专门 为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本科生 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而撰写的 这就是我们写这本教材的 这样一个意义 也是它的这样一个目的 其实库文在讲到这个规范性教育 对于这个大学生的意义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他说甚至在这个大学的教育当中 不要这个学生去读这个研究论文 就专门进行这个专业性的 非常严格的这种教条主义的传授方法 就是让你在这一门这个规范里面 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他说这是科学创造 科学这个自己能够成才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而不主张的在这个大学期间去读这个更多的这样一个研究性的这样一个论文 研究性的论文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样一个可以说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教材呢 就是要做这样一种规范性的教育和训练 规范性的教育和训练 这也是我们教材的目的 那么作为一部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 就是说我们使用的这个教材 它有什么特点 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它 我们说这个教科书 虽然是一种规范性的教育和训练 但是教科书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 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 而发生变化的 而发生变化的 那么这个科学革命 就是说科学的教材是如此 那么哲学的教材呢 也是如此 比方说我们在西方哲学史上 那么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 就不同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这样一个不同呢 是由于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发生的变化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呢 它是在这个黑格尔时代 也就是说 它是开阔的近代哲学以前的 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以前 但是这个教材 黑格尔那个时期啊 没有看到现代哲学的变化 现代哲学还没有兴起 那么文德尔班呢 它是作为19世纪后半叶的 这样一个 它的哲学史教程呢 是解于19世纪的后半叶 当时整个欧洲 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个哲学革命 就是说 从近代哲学 向现代哲学的转向 由于这样一个转向 这个哲学史 呈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呈现了新的变化 那么就要用一种新的这样一个研究范式啊 来重新撰写哲学史 那么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呢 就打破了黑格尔的哲学史 讲远路的这样一个传统规范 那么可以说是站在现代哲学 具体的说 它是以文化哲学的这样一个范式啊 来重新撰写的西方哲学史 撰写的西方哲学史 可以说呢 这个 这就说明什么呢 在西方哲学史当中 哲学史的教材 它也是变化了 那么同样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呢 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也有一个变化过程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 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 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 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开创这门学科的时候 主要是为了两个主题展开的 一个是收集和编辑马克思恩克斯的遗注 这是一个任务 第二个呢 是联究列宁主义 就是联究列宁主义 强调列宁哲学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由于由这两个主题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一本书一本书的这样一个导读 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以维污主义和维新主义两军对战的模式 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 以从维新主义到维污主义的转变 来续续它们的思想发展过程 就是成了一个模式了 那么第三个呢 它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准 来裁革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比方说它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都看着是异端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拴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外 这样呢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呢 看成了描述成一个单一的思想演进过程 就是说直续续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时间上的一个发展 而没有续续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空间上的拓展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所以他们的描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呢 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到列宁 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线的 它没有一个列宁哲学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 然后转移到东方 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 在西方也有一个延续和发展 在第二国际一直到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它只是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眼镜 而没有看到它在空间上的这样一个拓展 这是它的这个第三个特点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 它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内容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思想和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策略和结论的叙述 来冲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叙述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呢 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原著的导读史 那么原著的导读史 它就关注的是什么 这一本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那么它提出了什么观点 而不注意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整个思想过程当中 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身的思想逻辑是什么 他们和其他和第二国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是什么 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之间的这个时代联系和他们各自的区分以及逻辑联系都没有了 所以它仅仅这种原著导读史 它就必然在来掺杂的是大量的这个哲学的思想背景 供应史的这样一个叙述 而缺少这个思想上的内在逻辑 那么这样四个特点呢 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第一个范式